哈囉大家好我是楊文文 哈囉大家好我是瑞希 今天呢是我們九大能量中心的 健骨中心 就是這個健骨中心篇呢 非常適用於大多數的人 因為這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 大概都有 那老師跟我們聊聊什麼叫做健骨中心 健骨中心呢在九大能量中心裡面 它是屬於一個動力中心 它的功能呢包含著 關於生育啊關於繁衍關於工作還有生命力等等 然後這邊的工作呢比較不像我們一般講的就是 單純的為了賺錢而工作 它是比較我們把它想的更大一點的話 它是關於創造力 哦從沒有到有的那種工作都算是 其實有一些有健骨的人 他會以為他非常的熱愛勞力 或熱愛工作 但其實也許他是想要創造些什麼 對 欸有耶如果這樣想一想的話 因為我每次看到身邊有那種生殘者 或顯身髮自己弄得很奴 不健康的情況下 然後我就會說 你幹嘛這麼累啊 他說可是不做 他不知道幹嘛 那之後我們想想會不會就很像是 他被地方發洩 就是他的那個能量一直源源不斷嘛 然後他可能就會覺得又找不到可以創作的動力 而且加上現在的社會上就是 你好像為了要活下來而賺錢而工作這樣 對 所以就會有機會蠻多生殘者 都會去做一些自己沒有回應的事情這樣子 就是日復一遇 然後我都會說 欸你這你可能沒什麼靈魂在工作 上班時候可能你就只想等下班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我覺得其實百分之可能六七十的見苦人 都是為了生活而選擇當下的工作 但是我自己的觀察是 如果我看到一個見苦人 他是熱愛他自己的工作狀態那時候 那個樣子真的是非常的迷人 對啊一天可能可以睡很少的覺 然後可是他整天白天都是可以很有活力的 那這樣的狀態大概就是如果你是生產者 你是這樣的狀態的話 大概就是你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你非常熱愛 讓你感覺很滿足的 所以你才有這股 源源不絕的動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先來講的是見苦有量的人 就是你內在有一股 可以創造的動能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那一股動力當被激發的時候 他就會停不下來吧 然後一直想要去燃燒這股精力 然後你可能是遇到你有回應的事情 真正有回應的事情 你是會很有執行力跟動力 而且你熱愛這些工作 做完之後呢你會有一種滿足感 老師我剛好最近才看到一個那個董小姐的發文 因為她就是一個閒生人 這幾年這樣觀察下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見苦人如果在自己狀態內 如果是很滿意的情況下呢 她再累她都覺得很快樂 她剛好上禮拜呢她就才發了一篇線動 叫做每天早上七點起來化妝 然後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睡覺 她竟然下面給我誇呼好快樂 嗯那就是代表她的那一份工作 是對於她的見苦來說是很有回應的 所以她可以做得很快樂 一天超過十小時 她都覺得很開心 她都很快樂的 你知道身為投射者 我就 好累喔 我對於那個線動是這樣 但我就回她說 你活得很好 你有滿足最重要 那我可以講 我觀察 一樣是見苦有量的人 但是她都在做 她自己不太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觀察到的 就是沒有回應的事情 對她沒有回應 她發現她對於這件事情 只是做而做的時候 我另外一位好友呢 她當時她每天都超忙 她幾乎我們在吃飯什麼的 她手機都是不離身的 一直一直在忙 但是呢 我就發現她不快樂 然後她身體也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看看 然後我就有一天就跟她講說 你是不是差不多 該跳脫這個舒適圈呢 她就說 我不知道啊 但現在這個職位 好像只有我能來做 我就說 世界上人這麼多 什麼叫做只有你能來做 然後她就突然覺得 對耶 為什麼她這份工作 她現在做不太快樂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一個喜歡充滿驚奇的女人 你是一個非常喜歡 變來變去的人 可是你突然在做一份 一成不變之為了做而做 她突然就暗掉了 淡掉了 她就覺得 好無聊喔 反正每天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她之後離開了 然後我瞎看她這樣也很好 我覺得這是我看到 健骨一樣都是有量 但是在做自己熱愛事情 跟做自己可能沒這麼熱愛事情的時候 的那個狀態差 對 有定義的 她有分兩種 一種是直接從健骨接到居動性 其他像我這種就是沒有接到喉嚨的 嗯 差異點就是二十到三十四 她會先用行動 假設說你的健骨中心是有定義的 但是呢 你的健骨是直接透過三十四二十連到喉嚨的話 像這樣的生產者呢 你們在回應的時候 她通常都會是先行動 嘗試說 欸這件事情我到底有沒有真的回應 這是一個非常天然的生產者的通道 喔 因為是直接到喉嚨 差異點是這樣子 嗯 我比較不會是直接行動 所以如果你剛好你的圖上呢 你是有健骨的 但可能你旁邊這個人呢 他是顯示生產者 你自己是生產者 所以你看這篇的時候呢 就可以稍微釐清一下 女生差的差異 對還是有一點小小不一樣的 老師健骨人是不是如果店沒有放完 或者是 不好睡 真的會不好睡對不對 定期的一種運動 可是如果假設說 你像你剛剛講的那一位 很早喜歡化妝 然後工作很快 滿足於自己的工作的話 那當然就不用再另外運動 可是如果你是白天沒有做太多 你有回應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動力的消耗 其實我個人覺得沒有那麼多 你或許在可能下班之後啊 你可以去做一些運動 你們會稍微平衡一下你的那個內在的狀態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 健骨沒有量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他們 非我的狀態呢 就像黑鬼他這樣的設計 有時候就是 他們會不知節制的 不管是在工作啊 或是吃東西啊 甚至是說性啊 因為健骨他也掌管的性 非我不健康的狀態的時候 會把自己當作一個超級生產者 沒錯 會讓自己很累 所以假設你是一個健骨中心 沒有定義的人 你常常就是在休息之前 是整個鳥睡啊 或是鳥昏倒啊 基本上這些都是在跟你說你過牢了 我們剛剛講有量的人呢 要把電放完才好睡 健骨沒有量的人 沒事就去躺著了 也沒有說沒事就躺著啦 就是因為他們設計 可能其他層面也是某部分有動力的 可是因為健骨是所有 酒鑽能量中心四個電池裡面的一個主要的 大多 大電啦 大電啦 我們有時候會講它是大電池 那假如說你的設計裡面 本來就是這個中心是沒有定義的話 你就是比較沒有那個所謂的大電池 然後呢我都會建議就是 例如說生產者以外的類型 就是顯示者啊 然後反應者啊 投射者像黑的這樣投射者 你們真的對於自己的休息時間 要好好的安排 我覺得我應該算是這兩年 掌握的更好 我跟你們講 健骨沒有量的人 不要開玩笑 每次一樣的去躺著 我尤其覺得健骨沒量的人 更要學會獨處 我以前不懂 我也是這兩三年 學會獨處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我獨處時的健骨在放電的時候 是這種感覺 就是放掉吸收外界的那些 不屬於自己的能量 對 而且真的要放完之後更好睡 然後因為健骨中心它代表的一個就是 回應就是要跟不要 然後我們會把它衍生成 它是一個有界線的能量中心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有定義的健骨中心 就是代表其實 因為你有能力去劃清說 這個是我要或不要 你很清楚界線在哪裡 可是如果你的健骨中心是沒有定義的話 就是代表意味著就是說 你對於那個人我之間的 對於那個界線感 其實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要如何設定界線呢 你就要從自己的日常生活 例如睡覺 然後吃東西等等 這些 你要畫清楚 我幾點到幾點 就是要進入睡覺 休息的時間 你要規定自己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身體健康 好的以上呢 就是我們九大能量中心的健骨篇 我們剩下最後兩個 歡迎訂閱我們 也歡迎到老師的粉專跟IG 繼續支持我們 掰掰